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八篇 第十二章 接战 罗峰刚刚还听查曼王 黎硕王他们说 想要被腰战 是何等的艰难 可这一转眼 自己收到的腰战信 简直是哗哗哗的飞声 眼前一闸 他那数字便跃升几百 就在这翻看黑书 短短几秒钟 就已经盘升超越三万了 这 这 我刚进入荣耀世界翻看黑书 腰战信一览还是空白 这 这也太快了吧 罗峰背着数据 刺激的头脑发热 之前罗峰刚刚进入荣耀世界 给自己定了名字 荣耀世界才真正有了刀河这一身份 在这之前 那些一族就算是想要挑战 刀河王 也根本找不到目标 现在 罗峰现身荣耀世界 露天广场 一传十 十传百 几乎都知道了 想要和传说中的人类绝世天才 刀河王教授的 当然是极多极多 而罗峰是属于三重寿神传承者 而传承者中 三重的显然最多 传承者数量 一共过亿 其中 宇宙尊者是无比稀少 封王不朽的传承者 依旧过亿计 修炼亿万年的绝世天才们 几乎都达到了三重 有很多三重已经圆满 开始去感悟四重 比如真雁王 就属于四重传承者 所以 三重传承者最多 其次是四重传承者 再其次是二重传承者 五重传承者 六重传承者 七重传承者 一重传承者 七重传承者代表的是 天使公主那一水准 无比接近 护教授神了 数量极其稀少 仅仅数十个 而一重传承者 却是最少的 零 即使是刚来的 一般都是有些基础的 还真没有一个是一重的 千语王 黎硕王 查曼王 都发现罗锋 在盯着黑树 看什么呢 千语王喊道 哦 罗锋看向旁边 三位鸿蒙中的好友 那么多异图挑战自己 很快会传开 也没必要隐瞒 当即压低声音道 我收到很多腰战信 很多 黎硕王 查曼王 千语王 都是一证 多少 一百 黎硕王刚一开口 就自己觉得不对 脸盲摇头 刀河王你的名气 实在是太大 借主就能击杀 封王极限 而传承者们 却是来自 宇宙亿万族群 各个都是绝世天才 不真正和你交手 很多都是不服气的 甚至 想要借此好好 蹂躏你 这个宇宙亿万族群 都知晓的绝世天才 嗯 是会有很多腰战信 你刚入荣耀世界 恐怕就能收到上千封 刹曼王 千语王 都看向罗锋 已经超过五万封 罗锋压低声音道 同时早已将周围屏蔽 外界声音能传进来 内部声音 却是不会传出去 五万 李硕王一瞪眼 五万啊 刹曼王瞬间表情 无比复杂 他在这儿自尽到 已经熬了 无比漫长的岁月 加起来的战斗次数 都不足一千 这么多 这 这才一会儿啊 千语王也发愣 看来 我还是低估了那群可恶的异族们 想要和刀和你交战的决心 你的名气实在太大 而且你又仅仅是借助 在荣耀世界中 外界的许多质宝 宝物等等 一切都没用 你到时候发挥实力会很吃亏 他们一定是想要和你这个文明宇宙 一万族群的超级天才一战 二是想欺负你一顿 三也是自认实力强过你啊 查曼王有些失落到 罗锋看了眼黑书 腰战性已经破六万了 想要和自己交战的一族强者 看来真的很多 老河王 你是三重传承者 千语王连导 而整个传承地 三重传承者和四重传承者加起来 就占据传承者的 百分之九十九还多 其中 三重传承者最多 足足超过九千万 其中 就算有百分之一挑战你 都会有九十万封妖战性啊 罗锋点头 不过 你得小心啊 别轻易卸占 千语王立即郑重嘱托道 在荣耀世界的对战 所有传承者 都是使用一样的身体 都是十万倍借助之力的身体 模样可以自定 体型可以自定 可是身体实力都一样 兵器也是在荣耀世界内选择 都是很正常的兵器 所以外部条件 所有传承者都是一样的 你在外界的质宝 宝物 还有一些其余带来的特殊手段 全部消失 甚至战斗的时候 只要动用融合法则 千语王连道 荣耀世界的战斗世界中 你如果使用其他法则 都是无效的 必须是融合法则 才能产生危能 罗锋仔细聆听着 像竹虫王 是宇宙独一无二的生命 可在荣耀世界的战斗世界中 他没有了逆天的神体 没有了可怕的天赋秘法 没有了质宝等等 他也就变得普通了 当年 他在三重传承者中 都只能算是终尚 等他成为四重传承者 更是排在 中等偏下水准了 千语王说道 对 查曼王也皱眉道 而且戒主的意识 本来就要比不朽弱得多 你会 很吃亏啊 刀河王 狄硕王也连道 一族强者 可各个都是来自宇宙各族的绝世天才 文秘法 自创巅峰绝学的有不少 甚至于有几个 自创出 纠集绝学 论法则感悟 三重传承者中 恐怕也有接近圆满的 论神体正福手段 这些天才们谁没点正福手段 一知一识 那也个个都是顶尖 罗峰听得道歇一口凉起 纠集绝学 自己能自创巅峰绝学 就令混沌城主称赞了 在这拒绝了 宇宙各族上亿绝世天才的地方 有不少能自创巅峰绝学 罗峰不吃惊 可是 竟然还有几个字 创出 纠集绝学 那可真的让罗峰心中震撼了 当然 创出的纠集绝学 也只能是前几世 可也很可怕了 祖神教 搜集宇宙亿万族群 绝世天才 族群不同 天赋不同 生命本质都不同 有些在神体上逆听 有些有逆听天赋秘法 能有几个 变态创出纠集绝学 也不奇怪啊 罗峰暗暗道 他却忘了 他才是 无数一族眼中的变态 要战性多 不能随便接 接了就必须战 一直站到你的荣耀点输光了 才能解除约战 查曼王郑重道 你得慎重啊 嗯 罗峰点头 而在这时候 远处却是传来一些 超杀的声音 刀河王 我 妖族的铁镜王 向你挑战 你敢不敢接 刀河王 赌注任你开 哈哈 你恐怕也就三荣耀点吧 我就和你赌三荣耀点 你敢不敢 我非常怀疑你刀河王到底有没有那种实力 名气那么大 恐怕全靠的是诸多 际遇吧 没点真正实力吧 各种声音 全部说的都是别扭的人类通用语 或者高亢 或者奸细 或者低沉 或者犹如雷声 或者沙哑 带着回声 一时间 整个露天广场 各个方向 都有一族 在挑衅 对 他们就是在挑衅 天才 他们各个都是各自族群中的 绝世天才 特别战斗世界中 是摒弃一切宝物 等特殊手段的 这种情况下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就服一个戒注 你说 那刀河王会不会谢战 现在高数的头上 还有着九片绿叶的雍容强者开口道 或许会头脑发热 傻乎乎战斗一两次吧 可输了后 就会明白诸多一族强者的实力 这次向他腰战的肯定很多 我们三个虽然腰战 可估计轮不到我们 他就三个荣耀点 很快就会输光 输光了可就没法再战了 这三名皮肤都繁着绿色 黑色脖子 头上有着绿叶 皮肤就仿佛树皮似的强者 彼此对话 这是植物生命 繁林祖 没有性别 都是凭借一棵棵梵祖树 孕育出来后代 来自各个族群的绝世天才的腰战 的确引起罗锋的战役 只是他还有理智 也不敢轻视这些异族的天才们 这些可不是域外战场上 那些平庸的强者 他们中自创巅峰绝学都有不少 更别说自创究极绝学的了 还在攀升啊 罗锋看了看 那翻开的黑书上 腰战性的数目 已经超过十万了 查曼王 罗锋忽然道 道合 查曼王看见他 我有个想法 你将虚拟宇宙编号给我 我等下离开荣耀世界 然后进入虚拟宇宙联系你 我们在虚拟宇宙中切磋下怎么样 啊 好 查曼王眼睛一亮 聪明啊 黎硕王也笑了起来 对 虚拟宇宙 在虚拟宇宙中先切磋比试下 刀赫王你先弄清自己的实力 在整个三重传承者排行榜上 到底大概是什么水准 然后再有选择的进行对手挑战 这事情算我一个 我和查曼王实力 都算三重传承者中等偏上水准 你和我们交战很容易给自己定位 我也来 千语王连导 我是鸿蒙的 也有虚拟宇宙编号 哈哈 那就谢谢三位了 罗锋连导 收到这么多妖战信 罗锋心痒得很 怎么舍得轻易放弃 下次想要收到这么多妖战信 恐怕不知道何时了 知道黎塑王 千语王 查曼王的虚拟宇宙编号后 罗锋意识离开荣耀世界 随即很快便连接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 鸿蒙城的一修炼场内 修炼场是一片广袤的联敏山脉 罗锋站在一座山峰上 面对遥远处三座山峰上 分别站着的三道身影 千语王 黎硕王 查曼王 刀河 可别说得太惨了 查曼王他们三位传承者眼中 也燃烧着战役 他们三个 在很久很久以前 也是像七剑王 梦幻王一般耀眼 只是沉寂了太久太久 可论实力 他们只会更强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八篇 第十三章 罗锋的实力 谁先来 罗锋摇看远处三位强者 我比他俩弱些 要不我先来 否则 让查曼王 黎硕王上 刀河王 你可能会说得很惨呢 千语王 咽喻地笑道 旁边的 查曼王 黎硕王 也都看着 等着罗锋来选择 要来就最强的 罗锋却直接道 好 查曼王和黎硕王 相视一眼 随即查曼王声音飘渺 响彻一方天地 我和黎硕王相差无几 我先上 不过刀河王 你可别小瞧我们 我们虽然低调 可在人类族群 受神一脉中 能比我等强的风王 也就那么两三个 至于像七剑王等新人 比我等还是要弱些 我自然不会小瞧 罗锋道 他很清楚 人类族群是有好些老家伙的 或许困在最后一步 极漫长的岁月 可他们中 有些实力却极其可怕 只是很多都低调罢了 反而刚刚崛起的七剑王 梦幻王 却是名气大 可若是一亿纪元都没法突破 恐怕 他们也会低调的让后来者忘记 时间就是如此 半空中 罗锋和查曼王 遥遥相对 你先熟悉下身体 查曼王 先提醒你 因为到时候 是在虚拟的世界进行战斗 所以 战斗一开始 双方都会直接燃烧身体 瞬间就最疯狂战斗 可千万别和现实中想法一样 舍不得燃烧身体 嗯 罗锋却感受着自己这具虚拟的身体 砰 浑厚的力量充斥全身 每一个细胞都是由无比强横凝聚的神力构成 只要自己愿意 可以一瞬间就化为无尽神力 甚至于身体支离破碎 都能瞬间恢复 这种强横和绝对掌控的感觉 是远超戒主时的 十万倍支离的神体 和现实中相比 倒也有利有弊啊 罗锋熟悉这具神体 现实中就算有降魂辅助 我的念力实际上也就是疯王初等层次 只是凭借着那比大多数宇宙尊者 还要强横的意志 最终达到媲美疯王巅峰效果 而现在既是没有降魂 单单这虚化后的神力便是疯王巅峰 再配合我的意志意识自然更强 原力念力在借助其时 便合为一体化为世界之力 不朽时便是不朽之力 虚化不朽神力 即可进行灵魂攻击 在现实中 我当年透过魔鹰神将传承 得到的灵魂阵伏秘法 因为我的世界之力太弱 即使阵伏之后 和那降魂一笔都不算什么的 罗锋按道 可现在 我虚化神力 完全再度进行振服 从神力振服两点来看 罗锋是提高了很多 可弱点也有 便是没了质保星辰图 那质保星辰图的威能 完全能让罗锋 越过两个 乃至三个小级别 兵器 罗锋一翻手 手中顿时漂浮出 足足六百颗金色球体 半透明的金色球体上 遍布着法则密纹 六百颗金色球体 已然将罗锋最强绝招 完全诠释在其中 这是罗锋透过虚拟宇宙 制造的一件 很普通的念力兵器 毕竟 荣耀世界对战 只能用普通兵器 适应了吗 查曼王道 哈哈 查曼王 可别说得太难堪 还要拿出你的最强实力来 罗锋瞬间轰的一声 全身每个细胞都完全开始燃烧 气息飙升 实力是瞬间暴涨千倍 你才修炼多久 我就让你知道 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是好惹的 三招里将你解决 查曼王手中突兀的出现了两柄刀爪 那是套在拳头上的巨大利爪 嗡 罗锋翻手 那六百颗金丘悬浮 精神念诗 查曼王略为皱眉 疑惑看向罗锋 族群内 应该在他们去传承之地前 就会告知 精神念诗 走兽神之道 会很吃亏的 这刀河王怎么还是精神念诗 罗锋随手一扔 燃烧的虚化神力 透过那六百颗金球上 复杂的法则密文 瞬间勾动本源融合法则 一时间 高空出现了巨大的兽神 凭借燃烧神力 来施展这一招 令这一头兽神 明显更加真实 至于灵甲尾巴 更是满是无尽为呀 哼 查曼王猛的一声低哼 哄 他整个人都迅速变身 全身浮现了片片灵甲 双臂变粗 好似人形兽神 在他身后 更是出现了庞大的 隐隐约约的兽神虚影 一双眸子都满是疯狂 一个原本显得很优雅的人类 顿时变得无比野蛮疯狂 化作一道流光 直扑向罗锋 千玉王和黎硕王 都在远处仔细观看着 那刀河王果真是厉害 竟然只是稍微弱势 很快便习惯了查曼王的战斗风格 千玉王惊喜道 他们俩竟然不相上架 别急 黎硕王轻声道 查曼王认为刀河修炼时间太短 秘法上不行 所以一开始没使用 他真正最强威力秘法绝学 看 那刀河王不是吃亏了 哼 现在神体都是一样 考教的就是法则感悟 秘法绝学 神力振服 经验等等 这些方面 查曼王都已经很完美了 秘法绝学也是巅峰绝学 神力振服 那也是得到过 魔鹰神将传承的 巅峰绝学 其实并不罕见 宇宙尊者 几乎都能自创 巅峰绝学 而那些绝世天才 有希望踏足宇宙尊者的 自然各个对自己高要求 特别是漫长岁月 无法突破 更加重视秘法创造 除非 除非那些族群很弱的 没有好老师的 否则 有个好老师指点 再耗费漫长时间 创出巅峰绝学 的确有不少 罗锋当年被夸赞 只是因为创造绝学 耗费时间很短 那刀费王能够相差无几 已经很不错了 刹曼王可不是什么 狄少王震惊了 刀费王 刀费王 千语王也是一瞪眼 刀费王竟然瞬间爆发 之前两者还是相差无几 可紧跟着 那刀费王实力似乎猛的暴增 竟然瞬间便压制了查曼王 半空中 拜吧 罗锋眼眸中有着疯狂 一直瞬间达到 最高极限 呼噜噜噜噜噜噜 半空中的巨大兽神的灵甲尾巴 就仿佛压怒基 压过这一方尸空 呼噜噜噜噜噜噜噜 空间震颤 灵甲尾巴的挥抽 是无比的凶猛 唯能无限 霸道之极 同时论速度 更是快到一个 可怕极致 砰 插曼王这人形受神咆哮着 双爪却抵抗那抽打来的灵甲尾巴 砰 整个人直接被抽得爆裂 身体损耗顿时加剧 忍输吧 罗峰是得势不饶人 疯狂进攻 一次次压着那查曼王打 直至将查曼王打得身体完全消散 罗峰胜 罗峰站在半空 看着远处吃惊的千语王 黎硕王 他心中却很是吃惊 没想到我竟然被逼到这份上 我使用我自创最佳学学 甚至我和他们比 还有受神异境的优势 当其他传承者 在凭借法则感悟来驱动绝招 可罗峰却是凭借受神异境来驱动秘法绝招 单单论融和法则上的感悟 罗峰属于三重中等 可是受神异境 可是受神异境实际上已经超越圆满的三重达到四重门槛的层次 毕竟现在的罗峰受神异境无比接近通天桥二十一层 所以 凭借受神异境 罗峰是很占便宜的 加上念力振服 罗峰也很强 也不算短板 可是在一开始 罗峰意志 没完全爆发的情况下 竟然反而略处下风 这让罗峰感到唏嘘 最后 那比大多数宇宙尊者还逆天的意志一爆发 如果是污者流派 意志强大的 好处还不明显 可是 精神念师不同 意志为帅 意志为将 念力为兵 意志的极端强横 令罗峰操控念力兵器 顿时能够飙升了两个档次 从处于下风 直接飙升到完全压着那查曼王 我输了 查曼王飞来 难以置信的看着罗峰 道合 你怎么 我也认输 不用比了 黎硕王摇头叹息 道合 你有如此威名 果真不假 除了宝物等 自身实力 我等也是福了 他俩心中颇不是滋味啊 虽说低调 可对实力 他们却很自信 在无数天才的传承之地 他们都是排中上的 须知达到一定程度 想要提升 想要提升都很难了 他们在意志意识 密法 神力阵服等方面 都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地步 却还是输了 而且是压制性的被击败 凭借受神意境和意志 这两大绝对优势同时爆发 我才能完全压制查曼王啊 罗峰按道 而在遥远的祖神教核心之地 紫荆岛上 那些原本向罗峰发出腰战的信号 都三三两两议论着 这世的传承者们 很快便都得到了答复 那刀河王毕竟只是借主 在虚拟世界 抛弃现实中一切宝物等等 靠的可是真正实力 哼 竹虫王当年不一样得低头吗 估摸着给他发出腰战信的 得有数十万之多吧 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了 那么多腰战信 他又敢答应几封啊 哈哈哈哈 他同样和我对战了 什么 接战 你真走运 估计他就找几个最弱的吧 哈哈哈哈 他也对我接战了 我也收到回信了 他接战了 只见荣耀世界 那露天广场上 大量的一族强者 都在翻看自己的黑书 他们一个个都收到了回信 接战 他接战了 接战了 刀河王接战了 说话声音 从露天广场各处传来 这令来自于就亿万族群的传承者们 吃惊不已 这刀河王到底接了多少腰战 怕是得万计吧 接战了 听战了